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着下来我们阿芳老师就要来分享健康好料理 刚刚讲说芽菜很营养 我自己的感觉在台湾小吃店一定有芽菜 再来是韩国人好爱吃芽菜 韩国人不是白菜就是芽菜 不然就是菠菜 对啊 我觉得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 超市可以买到就是绿豆芽 黄豆芽是一个大中基础 再来一个就是有机商店可以买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像这些挽豆芽 然后特殊的这些芽菜 就是看你个人的选择 但是你从一个远观的一个目视 就是有一个概念 现在我们的芽菜的色泽 没有那么白 对 还有再来 现在的豆芽也没有以前那么胖 OK 对 因为以前会发现在种豆芽 大家都有经济概念 就是说用那个营养剂 所以会发现那个芽菜的根就特别的胖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买芽菜的一个尾端 就是要有这个虚虚 它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概念 OK 然后另外一个买芽菜的时候 就是要靠你的嗅觉 就是你闻起来不要有那个臭椎味 然后所以芽菜 我跟我们妈妈买的过程 然后你回来保存 也就是判断闻那个味道 然后再来就是做菜的精致度 有的人会说那这个不好看 那也就是跟你最后一道菜要上菜的时候贵不贵 有一道菜就叫营芽 营芽就是把那个去头去尾 可是如果站在营养的概念 这样有点浪费 因为头尾更营养 对 就是头尾就更营养 所以这个就看你自己怎么取决 那当然在一个芽菜的观点上面 就是新鲜好吃 那你做得好就OK 那我今天呢 是用黄豆芽 因为绿豆芽 比如说像越南料理里面会有生吃 我们用快炒 可是黄豆芽 就不适合做生吃 所以我今天做了一道 是在家里面可以 要把它凉拌好的 我做了韩式的开胃菜 那这个呢 我想要做它的原因是 因为黄豆毕竟 它是一个含有肇素的豆类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 要做它的时候 我会建议妈妈你的汆烫 你如果用热水去烫它 你的时间要烫足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你可以从冷水去烫它 好 我们进口看一下 我们这个水量事实上 并没有很多 我没有很多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放进来 然后我就把它盖上 然后拌水煮蒸的概念 所以比较接近蒸煮概念 对 那如果你在家里面 要是你的水的量是少的 那我就会建议你 就是用冷水开始煮蒸 就是要改猪火炒 跟我们煮豆浆的概念 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我们等会 再回来凉拌它 好 那另外呢 我这边先来煮这个锅 那我旁边这里就开始准备 我们来炒第一个 就是这个锅里面的肉片 好 我们先热锅热油 然后今天准备了这个 酌亮的肉片 直接让它拌炒 好 然后今天搭配了 这个蛤蜊豆腐 那因为做韩式的口味 风味 所以今天韩国年糕 韩国的辣酱 也是酌亮的准备 对 我们先简单 那个五六分熟之后呢 对 然后剥一点点的生蒜 好 蒜 我们今天做辣酱的 这一个韩式锅 对 然后这个辣酱豆芽 就是刚刚那个凉拌豆芽了 好 然后我要先把这一个 已经呈现去生的这一个肉片 先把它盛出来 好 不用到全熟 大概五六分六七分熟 已经那个血水的那个红色不见了 它已经是一个呈现 它带着温度 然后它就会在我们的碗里面 呈现有厚熟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待会儿其实还会回锅 会回锅 最后就可以铺面 它遇到热汤就熟得快 对 火锅肉片其实也不要做到太老 对 好 然后我们现在锅子里面就下白芝麻油 好 白芝麻油 然后蒜末 洋葱 好 我们的爆香就是用这个 很快速的 好 用白芝麻油 好 蒜末 然后洋葱在锅底 然后来起锅香 好 现在洋葱跟那个蒜末让它爆炒爆香 好 然后香味出来之后呢 我们当冰箱里有像这样子的黄豆芽 因为你豆芽回来不好保存 然后你就可以趁它新鲜的时候 我们就是立刻下锅回来 就是做汆烫 做凉拌 好 那我像现在这样子 好 我就可以很大气的 下去 但是这个也可以凉拌直接当小菜 就是枕头 你可以随时当小菜吃 然后我现在这就可以放下来 其实现在天气开始渐渐变热了 这种小菜又可以补足 随时夹出来就可以吃 然后你想吃主食 你可以配一把烫冬粉 然后夹出来拌一拌就可以了 好 我们待会会分享怎么做 我们就可以现在再加水 对 然后现在加水 黄豆芽因为也耐煮 所以它那一个小菜其实是熟的 可是入锅再煮也是耐煮的 对 然后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汤底就出来了 豆芽看起来有点像泡面 不知道的现在镜头下 以为是那种韩国泡面 对 那你就不用担心它会发酵 然后变质 然后你冰箱随时你拿出来 就可以吃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 这个豆腐 好 这个是传统豆腐 对 板豆腐 对 好 让它吸饱汤汁 对 拿下来的时候把它 剥一半 剥了让它的那个纤维更容易吸饱汤汁 对 我发现我们烹调那个豆腐啊 豆干啊 豆皮啊 其实都是要让它入味 对 就是要让它入味 所以它那个接触的面积跟孔洞很重要 也在这时候就可以一起放进来 老师这种韩式年糕要先汆烫过吗 不用 用水洗过就可以了 就是它是耐煮的那一种 对 所以在这里就让它吃那一些高汤 就直接放进来 对 然后你如果觉得你的口味 我们等一会要拌的时候 对 要拌这个菜用的是这个韩式辣酱 好 就是自己斟酌调整 对 就放进来斟酌调整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放着先让它煮这个锅 等会放蛤蜊 放肉片就可以了 对 那我们现在准备一个碗 我们来豆芽快烫好 我们来处理我们的豆芽 对 我们的豆芽现在在锅子里面烫 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 在这个碗里面 我们来放上了白芝麻油 好 我们干净的碗 白芝麻油跟辣酱一起让它搅拌 对 然后呢 韩式辣酱 就把它放进来 好 然后 这个是鱼露 好 白芝麻油 鱼露跟韩式辣酱 对 先把它抹开 那这个也有点像味噌把它调开的皮 其实它就是辣椒粉 味噌 这个就是韩国人在做乒乒乓 对 煮这个 它就是一个很红色的盒味噌酱 它就在这里面把它抹开 好 来 好 然后呢 蒜头 对 韩国人也是吃蛮多蒜的 这个豆芽菜的熟度的 生味不见了 然后你要确实烫透 对 所以我才会说 你最好就是如果在家可以 你要用冷水 慢慢让它透 对 从冷水起煮煮到透 而且它水量事实上是不高的 然后它也富含水分 对 所以你煮它过程 它也会蒸发出水分 有的人会放下去烫一下就捞起来 绿豆芽OK 但是黄豆芽就不OK 对 好 然后现在放上来了 我们就把它捞上来 那这种捞出来的豆芽要不要冰镇 不用 为什么 因为你再去过冰镇的话 我们现在这样子我放上来 而且我现在 你怕冰镇反而有生水是不是 对 然后我们现在葱花放在这里 大碗的葱花 对 然后我的热热的这个 黄豆芽就直接往葱花上面污 那稍微尽量瀝干 因为它带水分 它自己还会再生水 对 这样子我们就不怕说 我买回来的豆芽会产生 这个 对 对 有的时候豆芽不耐放 就是你很容易放了三天之后 它变得黑黑丑丑 卖相不好 对 所以你刚刚那一份是这样子拌的 对 好 我就会夏天爱吃凉拌菜的人 或者职业妇女 这一招会很棒 因为这一招就可以立刻上小菜 对 那立刻拌就立刻可以吃 对 没有吃完 你可以再来煮锅 好 然后可以那个汤汁出来 你还可以拌冬粉 那姐姐 你这个拌完放凉之后 放冰箱 通常可以放多久呢 我觉得毕竟它是菜 你可以在一两天里面就把它吃掉 对 它还是蔬菜 然后像这样子就一道菜 它就拌好了 然后你自己味道试一下 有人喜欢甜 那本身买的那个酱里面 它其实都已经 我觉得它都有类似米粒的成分 所以也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调味 反正喜欢辣的再加辣 对 然后像我现在锅滚了 我就可以开始把我的这个蛤蜊往上来 把它往上面放 我们其他的食材 蛤蜊 肉片 在这里可以让它再上 我们阿芳老师现在这一锅 其实那个蛤蜊跟肉放熟了就好了 蛤蜊一开 豆腐鼓大了 它就会把东西撑上来了 然后你就会闻到刚刚 我们拌在豆芽里面的那个蒜的香味 然后再放上一点葱段 基本上这一锅 红嘟嘟的 它就可以上桌了 我跟你讲 这一锅是餐厅水准的 我们来试吃 它里面就是营养丰富 要三蒸海味 海鲜加上这种肉类加起来 让它很鲜甜 然后阿芳老师里面又加了这个豆腐 刚好吸到这个汤汁的鲜甜 那这个汤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辛香料 它其实可以抗氧化 比如说洋葱 蒜末 青葱 其实这对我们抗氧化压力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 主角豆芽菜 这样煮真的超好吃 对 这个完全回家想要乳法炮制 所以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 就不但营养丰富 然后又可以解压 然后帮助大家提升胃口 对 那讲到抗氧化的营养素 其实